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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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问题 我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是有精神病的 有时他就走来跟我说 初初的时候我都很害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方舍他打我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代表一般华人 对于精神病成因 以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的看法 究竟他们的看法有多适合呢 一听到精神就是说癫脑 而且一说癫脑就是失控的癫脑 其实所谓什么叫癫脑呢 如果你用精神医学来说 就是有幻听 有妄想 这些是很普遍的 如果很普遍的 其实是不得人害怕的 譬如说有些人 很多老人家坐在老人院里 我听到声音 我见到鬼 没事的 不得人害怕的 但我传统一想 精神就是癫脑和拿着刀 这个是很极端的 等于看到车就是车祸 车祸和车是完全是很极端的现象 有很多人不认为 大部分人不认为 这是一个健康上的问题 或者这是一个灵性的问题 或者他认为这是一个个性 我们都不是否认那些是问题 但是主要我们都认为这些病 最好入手处理的地方 就是从健康的角度 就是一种病的角度来处理 中国人就没有了解 而且他有时觉得 他好像有种直觉 觉得这个可能是精神有问题 他就已经觉得很羞恥 shame 觉得很难接受或者承认 觉得很丑 就是有这个病 或者有这个情况 不敢跟别人说 或者有了不认 也有人认为 我个人也认为 在这个情况里面有 也不算是一种病 他认为解释得到的 就不是病 很困难 针对这个精神病 日益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 在2002年 在14个国家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研究一下 究竟在那些人口里面 有多少成的人 认为自己是有精神病的 在调查的14个国家里面 12个国家的人 就反映到 是5%至15%的人 是知道或者认为 自己是有精神病的 而在日本和中国 受调查里面的人 就只有3% 是知道或者认为 他们是有精神病的 那是否代表 在亚洲国家的人 是对精神病 还是有免疫能力 而其他国家没有 可能不是 那是否反映到 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亚裔的社区 对于这个精神病的认识 不足够呢 那我们请了徐医生 和我们介绍一下 究竟我们说 精神病有多少种呢 那精神病 就是可以分成 几个大类的 虽然它中间 有互相混淆的地方很多 不过主要大类 就是最常见的 其实就是情绪的病 我们英文叫做Mood Disorder 情绪病里面有忧屈症 有狂躁忧屈症 就是这两种 忧屈症就比较常见 狂躁症就少些 不过也有的 有焦虑症 焦虑症就是我们叫做 Anxiety Disorder 焦虑症本身分很多种 例如有些人很害怕 心跳 好像想暈倒 或者出汗 发冷 几分钟之后好像又好了 这就是我们叫做Panic Attack 叫做恐怖症 有强迫症 就是做事要重复 不做便不安乐 那些又是洗手 或者回去看看门 有没有锁了 那些爐头有没有熄 那些又叫做强迫症 这些全部都算是焦虑症的一种 或者有些人不敢坐飞机 那些叫焦虑症 好了 情绪病 焦虑症 然后分裂症 分裂症就是 懷疑 就是觉得别人跟着他 偷听他说话 找录影机录他 有时候患听 觉得有声音跟他说 常常自言自语 自己笑 没有人在他旁边的时候 他好像有人跟他说话 他自己又跟人说话 那些就叫做分裂症 那些就比较严重 虽然也是少 然后另一种就是 行为失控的病 那些就好像 例如耗倒 或者发脾气 那些 意思是行为 失控impulsive impulse control problem 那些就失控一类 然后就老人病 老人失智症 以前叫做女人痴癌症 或者其他身体的病 带来精神的问题 譬如好像柏金斯症 有一个很清楚 老人有时候有柏金斯症 或者中风之后 他的脑 既然是受了伤 当然这也会有脑功能失常的现象 所以也有情绪病 有其他病 就是会出来了 那回到美国这里 那亚裔的人口 佔美国的人口4% 大约是1200万人 那我就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希望知道 究竟在亚裔社区 或者在华人社区里面 精神问题 究竟那个比例是多少 那在公共可以拿到的数据 我是找不到 那是否代表 我们华人社区 或者亚裔社区 是没有精神病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也知道 有其他社区的调查 也显示到 上了年纪的中国妇女 那个自杀的比例是很高的 是比一般的人口是高的 而另外 就是亚裔的青年 得到憂鬱症 亦都是比他们同年纪的朋友 是多的 那反映得到 其实在我们亚裔社区 或者是华人社区里面 精神病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只不过我们是没有这个认知 那究竟我们怎么去解释 华人社区对精神病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了解呢 精神医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对很多华人根本就是不了解 陌生 再加上 经过过去几十年来 很多翻译 翻译得不太好 譬如说我们叫精神病 大家就觉得 其实就以为是神经 或者以为是疯狂 翻译来说 在我们中文来说 完全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 在东方文化来说 就是我们将物质和精神 不是分得那么开 我的意思是 肉体和精神 不是一刀两断 在西方来说分得很清楚 这个是你的肉体的病 这个是精神的病 我们在传统中医 或者东方的想法 有病就是有病 所以不是叫精神病 而是肉体病 所以就变得很陌生 他说 我太太生病 我自己失业 子女不听话 所以我很忧鬱 晚上睡不着 他就认为不是病 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情况 他意思是 他不知道 原来精神病 都是大脑功能混乱的一个表现 其实都是大脑功能出问题 他可以接受自己有心脏病 或者癌症 或者血压高 或者糖尿病 或者其他的病 他就不可以接受 我精神病 原来是脑的功能出了事 其实人的脑很复杂 他出问题的时候 当然症状就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中国人 没有这个了解 所以这是不认识的问题 也是一个不认同的问题 既然理解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对于精神病 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塔福医院是特别拨款 给我们做这一连串的教育节目 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会集中讲一下 特别是影响老人家的精神病 好像老人失智症、柏金信症、忧屈症 和一般的老人失忆这个问题 我们会访问医生和辅导员 和大家探讨一下 究竟这些精神病的成因是什么 还有什么的征象 让我们家人可以知道 可能我们的老人家 是有这些精神病 还有当是有病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去医疗 另外我们也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在社区里面有什么支援的服务 是可以帮这些老人家 和照顾他们的家人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教育节目 让大家对于精神健康的问题 是有多一点的认识 和对精神病 就不再有这个偏见和理解 在下一节 我们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